勇闯四季城剧情非常有趣精彩 前期讲述主角团出发四季城打败尹王 拯救四季城居民 结果刚到喜羊羊就被黑化 之后他们一路解锁城镇 一路驱除喜羊羊体内黑暗能量 好不容易来到尹王面前 还没开打 他们又被尹王抹出了记忆 导致主角团成为了碌碌无为的普通人 在四季城各处生存 生活简单歉意 没有一点压迫 后来还是灰太郎带着红太郎和慢洋洋 这才将他们重新聚集 再次来到怪兽城 因为主角团失忆 他们暂时没有了武器和实力 唯一拥有战力的就是灰太郎 幸好在他们刚到 就碰上了怪兽城下班 后来还是小莫出现 想要将他们赶走 但事实上小莫并不想跟他们动手 在他的心里早已经把他们当成朋友 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 为了帮助他们 小莫引他们去了记忆树 并故意打碎主角团的记忆水晶 让他们恢复记忆 当时灰太郎就两眼泪汪汪 努力了这么久 他们终于恢复了记忆 这次小莫也算是立了大功 从他的行为也可以看出 小莫本身并不坏 只是受到了父亲的我影响而已 可因为三怪物的一个骚操作 记忆树直接被毁 四季城的居民全部恢复记忆 并且集体来到怪兽城要声讨隐王 这时跟隐王一起玩耍的阿语站了出来 想要跟大家解释 隐王并不是他们想象中那样 但居民并不乐意 一味怪罪隐王 这种行为就连主角团也看不下去 直接对付四季城的居民 其实这个套路在之前是很常见的 都是因为一些不有的思想 以及一些偏见和误会 导致他们双方彼此谁也看不上谁 其实只要他们愿意给对方一个机会 就可以发现对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桃子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